鸡蛋是否要制定农药分埔泥残留容許量? 衛福部食藥署与农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决议 考量到蛋鸡饲料进口,恐怕会有分埔泥的残留 因此决议将分埔泥残留的容許量放宽到10ppb 对我来说我觉得 应该是勉强接受 那当然因为我也是提出来 有一些资料部分可能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在国外其实它会有残留 从它的鸡肉、蛋 其实它都有一个试验的一个结果 此外专家会议也决议 红豆、包叶菜类、茄子、小黄瓜及芒果等五种作物 禁用分埔泥水旋记 农委会在今年的9月6号 它公告禁止4.95%的分埔泥水旋记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禁用 我们删除了五种作物的残留容許量 至于禽肉未来如何检验 在这次的会议中则没有讨论 而这项新的分埔泥残留容許量标准 近期就会预告搜集各方意见 记者赖水旋 蒋龙翔 泰国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泰国导